你家溜溜的大哥 人才溜溜的好友 张家溜溜的大姐 看上溜溜的他友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苏杰总是给达娃带来家乡的酥饼 而达娃给苏杰的钢笔织了一件小毛衣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请这可是千针万线 两人这甜蜜的爱情 都快从眼睛里流了出来 身后的藏家女孩子们喊达娃一起唱歌 可达娃却扭头跑开 苏杰追了过去 原来达娃觉得自己是奴隶出身 没有资格在人前唱歌 不过苏杰努力地鼓励她 现在你已经解放了 人人平等 升起妖感 大胆地在人前展示你自己 说完达娃一盏歌喉